难道我去洗什么 他拿钱 你钱掉你吃的 你这个肯定就是你去嘛 你不替我去的话 谁替我去 又不是玩 你不也没心思玩吗 我想去学习 学习一下拍摄 你得去 你不去的话 这名额浪费了 怪可惜的 打榜这么辛苦 是不是 我的打榜的精神传给你 把我第一次去西瓜 长粉的好运传给你 不喝酒啊 是的 主要主要就还是学习一下 人家拍摄的手法 对 西瓜普类 他每一个小房间 他都有那个课程 老是会受课的 参加的担心啥 你知道心愈吗 嗯 他说 我这你看 一地鸡毛 去玩能合适吗 我说肯定不是玩的呀 而且你这几个孩子在家 你不能作为家庭主妇啊 我天天就在家里边带孩子 与时俱进 你肯定要接触新鲜的事物呀 当然你这个头发 先不说头发了 嗯 你醒头 来来来 做你两个衣服 这个衣服 嗯 你先拿你挑 挑完了我就给到小如那边了 我们这边就结束了 人家都是新款 早秋的 现在还有这好事 有名额还送衣服 那我再打扶精神 去选吧 粉丝废话 菜菜你咋天天这么多衣服穿 来 这有一个爱送衣服的问题 老板 多开心 没有 这是小事儿啊 姐姐帮她看一下 那个咱衣服的尺码在哪 这个就是那天直播的时候 我穿的这个衣服 我配了一个裤子 这样她到时候 正好入秋了嘛 蔡姐你选好了吗 就选我那天直播的时候穿的 嗯 西装短裤 不没韵啊 对 对对对 就这样 嗯 这个现在就能穿 我一叫你那头啊 一定要染一染 她给你搞坏了 你看这里边颜色不均匀 你就用那个染发膏 咱自己的 姬姐你笑啥的 你的头发就是说 金毛丝王 对的 又黄又炸 哈哈哈 今天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了 说这个 西装短裤的名额不能浪费 让我去参加 去学习一下 但是我这个头发 最近真的没吐槽了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刚开始叫的不是这个颜色 每天都在吊飾 每天都是一个颜色 现在就成了咱们 金毛丝王 为了去参加西裤 在发里 改变一下 我刚刚倒了两袋 好好我聪明 给自己留了一下 倒出来之后 给手上搅匀之后 就这样揉搓揉搓 你看 现在揉搓了 七八分钟了 都已经 颜色变深了吧 也简单 就自己在家洗一洗 揉搓揉搓就行了 而且它还不伤头发 你还是黑发好看吗 我现在洗好了 看一下 刚刚上了一遍我们家的发膜 去干之后给你们看效果 好了 还是这个颜色看着舒服 因为黑色的 它会显得比较稳重一点 不像那个黄毛丫头 你必须打理 必须要去吹头发 看 而且它也会显得我发质特别的好 是养发的 大家一直在找的 少量少量的货 给大家弄过来了 69米 两盒 然后12袋 戳下方链接去拍 打打染了 这染了不好看吗 人家给牛毛也好看吗 你看那刷牛毛不像牛毛刷刷不上 刷刷的 你还是自然刷好看 我就去拿钱 给你钱料理就知道 看着都不顺眼 看着都难看 你看